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张一新主演的科幻戏剧 从天而降的全国对话码 送给大家 是的 另外呢 还有12月12号 友情岁月的演唱会 这演唱会都有谁啊 郑一剑 还有陈小春呢 带领的他们的兄弟们 五个人 将来福州给大家开唱咯 希望大家赶快来搜取讲题咯 是的 接下来一起来看 今天我们为大家准备了 哪些有趣的新闻呢 一起去看一下 哎呦 喂啊 好丑哦 看潘卫博被杨成林嫌弃的 真是好丑哦 昨天帕卫博 受封铁板烧荣誉主厨 不过他的拿手菜其实是 我其实最擅长的是做 是煮泡面 我的面条是做得非常好 就非常Q 所以有机会 做给你吃我的面 不是讲得像你 自己打那个面一样 我自己赶的面 结果咧 结果就泡面 身为超级好朋友的两人 私底下互动频繁 感情好到就连在网上 也在吵嘴 我们今天其实带着 我是带着不爽来的 为什么 前几天你在微博 你发什么 我在那边选衣服 你给我发什么 我穿哪一件衣服 比较好看 对 潘卫博这个人 真的很爱面子 因为他在微博上面 就是 没有朋友是这样的 他就很烦恼 不知道要穿哪一件 他说还真烦恼 不知道要选哪一件衣服 然后我就回他说 因为人还好而已 结果他就在私底下 他就传通性软体给我 然后跟我说 下一次我会直接在媒体面前 说你很丑 你很丑 然后我就跟他说我OK 然后因为 对 然后我就微博上 就回他说我回什么 我说你不要得不到我 就要摧毁我 我说你不要得不到我 就要摧毁我 哎呦 明明不是在吵架嘛 这暧昧满满 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我们像情侣一样 OK 让我们进来公布 我们的喜讯吧 没有 小编点评 你们这样就不怕 李荣浩吃醋吗 无墨愁和张伟 这两位昔日在好声音上的对手 如今却成了搭档 一起为香港迪士尼乐园 信唱十周年主题曲 来到这个美丽的童话世界 无墨愁也不免和大家 分享起自己的公主梦 不过分享的方式嘛 居然还是紫黑 其实我给大家的感觉 并不公主 有一点这个无核的感觉 但是呢 来到迪士尼乐园 我就觉得 还真的圆了一个公主梦 其实我真的不愿意承认 但是我一定要承认一下 公主梦不就是最后 要嫁给心目中的王子吗 想问问莫虫 你的王子在哪里呢 这边无墨愁给大家讲完了冷笑话 那边张伟一句话 逗得全场 红唐大笑 我最喜欢米奇 对 其实之前吧 给大家的印象就是一只 很搞笑的唐老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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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这次来到 小编点评 米奇掌呢 可一点也不像唐老牙 乐团天综合报道 在眼圈呢 就是作为男生一定要帅嘛 但是他那个帅呢 我觉得是有分各种类型的 比如说王大陆这种的 他们说他叫匹子帅 结果我看到他网上放了一张照片 直接嘴角歪了一下 然后无数粉的就说 啊是不是帅呆了 哇太酷了 我跟你说有那么夸张吗 其实只是帅而已嘛 而且你知道吗 还有一种帅 我觉得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就是美帅 哎真的 说到美帅 我就不得不提这个李一峰 就昨天刚刚来了我们福州 我们乐团天为他做了一个 这个电影发布会 现场非常的热闹 那到底情况怎么样呢 跟着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昨天国民男生李一峰经线福州 为自己的新电影 《怦然心动》发布会站台宣传 延续了《古剑奇谈》中的 苏雪情侣当 李一峰和杨幂次次在电影 《怦然心动》中再次携手 演绎大明星和经纪人之间的 虐恋情深 不仅有花式热闻 让人脸红心跳 李一峰更突破尺度 与杨幂上演滚窗单的戏码 只是这么劲爆 难道不怕杨幂的老公 刘凯威找你麻烦吗 拍激情戏爸妈都在场 难道不会更尴尬吗 话说现如今 各路明星为了拼票房 十八分武艺轮流上阵 裸奔裸勇怎么进败怎么来 而《狂犯行动》上映首周 就获得票房过亿的好成绩 不知道若是突破新高 李一峰会给粉丝们发什么福利呢 哎呦不要这么羞涩嘛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 当天发布会议结束 李一峰就马不丁迪的 吩咐各大院线 与瞧瞧以盼的粉丝 近距离互动 不仅大方送拥抱 还与粉丝玩起了快问快答 他没穿秋布 我去还要做我的感情 都有 以后做不脱 脱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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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我是指 你是笔吗 都是 下午还是出 去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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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道是新野出品 避暑精品 时隔三年周星驰又带着芯片 回归贺岁当了 这部昨天这部名为美人鱼的芯片 在北京召开了only you的主题发布会 不但发布了四海翻腾版的海报 更首次曝光了新风作浪版预告片 电影有没有看 就是那种长头发 身材很好的那种 半人半鱼的美人鱼明白吗 相信各位看完这预告片 那是隔着电视机都能闻出一股熟悉的 既搞笑又无厘头的气息啊 但是你看发布会现场 星爷依旧那么高冷 那么爱卖关子 在发布预告片里 除了邓超以外 罗志祥 吴亦凡 怎么连个影子都没见着呢 现场追问起来吧 个个也都守口如拼 我说亲们再这样就不能愉快的玩耍了 怎么也要让之前唯一没曝光过任何角色信息的吴亦凡 来给咱多说那么几句 小兵尼 光头帅才是真的帅 有一种学霸叫做邓超自认为是学霸 这不 这位学霸最近又不显示了 就在昨天周星驰新作美人鱼的发布会现场 大家都在好好宣传角色呢 可邓超去偏偏要耍宝 我说超哥明明可以靠脸 哦不是耍宝 就别成天想着靠学识了好吗 要知道学霸的高度可不是你想攀想攀就能攀的 是炉子是马拿出来溜溜吧 看来咱们这位主持人是彻底和超哥杠上了 究竟邓超会如何接招呢 请跟着咱们往下看吧 我说超哥到底是哪里来的自信和勇气说出这样一番话的 怪不得连站在一旁的新野斗停不下去 来找你查咯 2016年的为什么是中文 2016年 2016年 2160 2160 2016年 21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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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编点评超哥请收下小编我的膝盖 乐翻天 总和报道 超哥我们是法木类 我们是一家人 我特别支持你讲英文 就是虽然他发音不是很准 但是我觉得超哥很重要的一点是他敢讲 这在学英文当中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而且我觉得他每次出现就那么那么好笑 就连那个周星是不是都说吗 是新一代的喜剧之王 姐我就非常纳闷 你说邓超真的是很帅 你说他就安安静做一个美男子 走这样的路线就好了吗 你说去做什么喜剧之王 你说是不是应该给别人留一点这个生存的空间啊 他怎么没给别人留什么 那就比如说黄渤啦 人家就可以很适合去走喜剧的路 黄渤有什么不好 黄渤更厉害好不好 最近被称为是女神收割机啊 被很多人艳羡的 看一下 不知怎么的 这一年的娱乐圈突然冒出许多的男神收割机 凡是有头有脸的男明星 动不动就被女明星一抱二懒三步倒 根本就没有还手之力 难不成这真是进入了阴盛阳衰的时代 不过还好在这茫茫人海中 还有一个人为娱乐圈的男星春起了半边天 虽然他个不高 言不美 但就是能分分钟收割一票女神 他就是男星表率黄渤大大了 近日网瘾少女书籍小姐随手在微博上放出这么一个视频 画风是这样的 因为拍摄电影《巡龙局》 黄渤又再次与舒淇凑在了一起 虽说不是第一次合作了 但可以看得出来 每一次见面 黄渤都让舒淇一场开心 其实早在之前两人合作的电影 《西游祥魔片》中 黄渤浑身剩下的喜感 就让舒淇欲罢不能了 做起来跟舒淇合作过的男明星哪个不是男神级别的人物 但能让他念念不忘求合作的估计也就只有黄渤了吧 黄渤笑容到底有多火与他合作过的女明星都知道 哪一个不是女神级的人物 哪一个到了最后不都成了黄渤的粉丝 有台湾第一美女之声的志玲姐姐绝对算得上是黄渤在台湾地区的头号代言人了 在当年两人共同主演的《101次求婚》中 黄渤就上演了一出逆袭的好戏 以幽默手的姿态亲下女神 哦不 最后还是女神倒追她哦 而后两人还在一起搭档出身的金马奖 还向黄渤抖进浑身包袱 让志玲姐姐笑得那叫一个花生烂颤 而志玲姐姐不管走到哪里 对于黄渤也是各种赞不绝口 更是点名黄渤就是自己的理想心 我喜欢像黄渤这一型的相处起来很自在快乐的感觉 一个人一直有这种幽默感 然后给大家洗这种成分也是很好 除了老牌女神成功被黄渤纳入后宫 新生代的女神们自然也逃不过咱黄渤的光环笼罩 别看Angela Baby平日里古灵金怪妙语连舟的 碰上咱们的黄渤那只有缴械投降的份了 在电影《寻龙卷》中 Angela Baby饰演的是主角陈坤和黄渤的初恋 要说陈坤与Baby自然是俊男美女十分登队 可这黄渤和Baby站一块吧 多少让人觉得别扭 不过咱黄渤大爷是谁呀 那次我感觉能差到哪儿去 而如今Baby已经与黄渤主席结良缘绣成正果 可黄渤还是能无孔不入的各种占便宜 怎么样就算不是我的人也有办法让你进家门 黄渤这份机制也是没谁了 要说黄渤能够如此大把大把收割女神凭借的 不仅仅是他今日的应变和幽默的对答 善解女人心才是他成为女神收割器的最大法宝 去年黄渤与赵薇合作的电影《亲爱的》收获极好的口碑 在戏里有着相当多对手戏的两人 在戏外也是极好的朋友 而每次聊到自己的师姐赵薇 黄渤的嘴就跟抹了蜜一样 其实我就是特别羡慕他 为什么老天爷会把一个 会给一个人如此的外貌 又给了他的太花 然后这次又认识到了他的演技 所以说你就觉得老天爷还是平衡平的 我只是想把这种不满倾诉给他 不仅是姐赵薇成功被黄渤拿下 就连同级的同学刘亦菲对于黄渤 那也是满满的崇拜呀 所以说混迹在娱乐圈里 颜值高固然是加分项 但如果能拥有黄渤这样 人见人爱的高情商 车见车载的高智商 以及无敌的幽默感 那你才有希望成为一台真正的 玉神收割机呀 乐凡天总和报道 张静怡变张国丽女婿 张国丽现场受惊吓 终于话乐当国民初恋 不惧细路受限 在试之前我先把自己的身材练好一点 别走开下节更精彩 然后换回到有不力气 主家观播出的娱乐乐凡天 大家好我是不祥 大家好我是小泽金泽源 接下来呢我要赞一个人 我觉得太有品味了 和我一样 这个人就是小孩子 特别喜欢看狼牙榜听说是不是 我特别想问小S 是不是觉得很好看 是不是觉得胡哥哥很帅 很优秀啊 干嘛 你干嘛这种表情 你不知道吗 小S为此已经着魔了 你看你知道吗 他为了看狼牙榜 彻夜把女儿关在门外 他说不要进来 不要打扰我看狼牙榜 不仅如此 他用这个美图软件 把自己的这个脸部 美到了很多 比如像胡姿啊 各个地方 都像狼牙榜里面的人物 一模一样 你觉得是不是疯掉了 怎么会疯呢 你这是不懂我们女人 我们女人除了有少女心之外 其实有的时候 也会有一条汉子的心 你知道吗 对我们有时候 希望把自己变成汉子 除了我之外 你看看 接下来这位也有 磕碎档 暖心电影 一切都好 日前在北京 举行媒体见面会 影片中的老爸张国立 携大女儿 姚辰 二女儿 叶依云等主演 一同出席 当天客串戏中 一觉得张欣逸 也是惊喜亮相 当他上台介绍 自己在影片中 饰演的角色时 着实吓了张国立一跳 我今天是要见家长的 你过来 谁是家长的 谁是家长的 这是那女士 我开心的时候 没什么说案子 这部电影都拍完了 并且下个月 都要上映了 张爸爸竟然 好朋友女婿 傻傻分不清 这也太说不过去了吧 你觉得我是在演个 真的是这样的 人家说剧里头 说是她一好朋友 怎么成女婿的 咱也不能为了 宣传她的同事 吓死不吓死 现场张国立的反应 如此激烈 看来老爷子这次 确实在戏里戏外 都被蒙在鼓里了 如今电影上映在即 张国立也不得不 接受这个事实了 那不知如果在现实生活中 遇到同样的尴尬 张国立能承受出 这样的惊吓吗 你觉得如果在现实生活中 发现有事情的话 你能接受吗 不能 我跟我儿子 成绩就够了 结果找个男的回来 结果找个男的回来 小编点听 老爷子这回 吓得可够呛 只有监督识广的张国立 被电影剧情 满得天衣无缝 同样昨天 另外一部影片 梦幻假机 也是把一众记者 看得云里雾里 从影片宣传物料 不难看出 电影梦幻假机 是由天王嫂昆琳 及知名主持 前锋主演的 浪漫爱情电影 歌手应是上来的 却是昆琳的人形立牌 跟一众不知名的小演员 反差如此悬殊 小编只想问一句 到底谁才是主演 你们觉得男女一号 更也是什么 在我心里面 他们都是男女一号 我就是衬托一下他们 实际上谁是男女一号 应该你们从宣传片 当然都可以看到的 这次小编特地 把宣传片来回看了个遍 其中昆琳的镜头 只有两个 可见昆琳并不是主演 小编比拼 天王嫂不是主演 胜死可穿 台湾新生代女演员 宋云化凭借电影 《我的少女时代》 一炮而红 最终的林真心一决 让她获封新一代 国民初恋的称号 近日宋云化 现身香港 为某品牌站台宣传 当谈到国民初恋 这个称号时 宋云化觉得很是荣幸 其实我觉得 初恋是最美好的嘛 所以这样子 我听得也蛮开心的 当没问及是否担心 因国民初恋这个称号 会限制未来的戏路时 宋云化倒并不在意 我觉得点击她 爱情片也蛮好的 因为可以多穿一点制服 趁现在还有机会 穿制服的时候 自己如果想要尝试的话 当然也希望可以试试看 我们什么反派的角色 性感啊 我觉得真的有机会 会想要试试看 但是在试之前 我先把自己的身材练好一点 小编点评 小女子心态好得很 跟我们Kids总和报道 欢迎来到玻璃区 娱乐显微镜的环节 这答的问题呢 就有机会拿到我们奖品咯 我们来看看 昨天问题的正确答案呢 就是林志玲 恭喜下的朋友 除了获得玻璃区 提供的大礼包份之外呢 另外还有白举钢 亲笔签面的专辑 是送给你们的 是的 那我们今天的问题呢 就是请问 这个煎牛排的人是谁呢 只要你知道答案 登陆我们乐饭店的 官方微博或者是微信 把答案告诉我们 就有机会获得玻璃区 提供的大礼包一份 亲笔签名的海报一张哦 是的 希望大家感谢所取的 今天就这样 今天就这样 祝福大家再见